大家好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应该是4月23号还是24号吧 日子实在是记不住 今天星期六 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些是里面装的叶子 我把前面院子的叶子干了以后放进来 因为我看了一个日本博主的视频 他专门就是讲怎么样从我们日常的蔬菜 里面再去获得日常蔬菜里面再种植 然后再获得菜 然后看到因为过了一个冬天 那个叶子非常多 这些丢了也挺可惜 其实如果是每个星期的垃圾的话 它应该是属于厨余垃圾 可是丢了很可惜 正好看到这个视频 学一下怎么样制作腐叶土 也就是说像这些腐烂的叶子 我们把它也不叫腐烂吧 就是落叶把它收集起来 两个月以后 两个月以后 那么它晒干 它就可以成为土壤的一个肥料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上个星期 我花了几次时间收集的 像这个 因为这几天下雨了 这里面都已经晒 已经干了 大家看一下 已经有点干了 有点干了 然后我准备 这个星期按它的流程 就是把它再匀匀匀匀匀匀以后 然后再系起来 然后让它晒太阳 再来再来 反正就是这样周而复始 大概在一个月以后 或者说一个月 大家加两周的时间 再把它晒干 晒干以后 再放到那个袋子里面 然后让它最后变成干燥的 干燥的这种带土 就是碎叶吧 应该是这种形状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但是我就试一下 因为即使不能成功的话 对吧 它也可以 我觉得它把它晒干了 它也是肯定可以当做 当做那个什么的 可以当做土壤的一种的 然后这种东西怎么做呢 就是说把叶子收集完以后 然后把桃米水 桃米水第一次 把叶子收集完 两层袋子 收集完以后 把桃米水倒进去 然后让叶子充分的 充分的 就是保持湿润 然后以后就把袋子系起来 我的袋子两边都 两边都弄了一个角 剪了一个角 让它把这个水流出去 流出去以后 然后让它 反正它已经吸收了 多余的水就把它流出去 免得叶子会腐烂 叶子腐烂好像估计不行 据说是不行 反正就是这样 这样弄 制作辅业图要两个月 两个月的话 这个是4月的倒数第二周 我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因为我是上个星期开始弄的 其实还有叶子 我都懒得搞 没有时间搞 我先把这些弄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 少买一些土 并且这还是土的肥料 对吧 本身我的土还是挺多的 但是这个叶子的土 应该来讲 它比正常土还要好 好 我这个把它已经弄了一个面 现在我就把它系起来 这一带就搞好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无聊 做这种事情 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不会 一直想学怎么种菜 多接触接触大自然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我们不也是来自大自然吗 对不对 好 这一带就弄好了 其他的就是和这样 继续去操作就可以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